这丫鬟没死 不 她确实死了 只不过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别着急 慢慢说 我今天早上去看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事 她没有洗脸 我第一反应就是 这丫鬟太不称职了 怎么不给小姐洗脸呢 后来我就想到了 易容一事 我就仔细地观察了她 我在她的脸上 并没有发现易容的痕迹 我当时也没太在意 我就觉得 可能就是单纯地偷懒 后来她死了 我就又仔细地检查了尸体 那块衣青虽然很浅 但能看得出来 是脖子被扭断后留下的 换句话说 这丫鬟不是死于攻弩 或者是说 她是在中箭之前就死了 而且死亡时间 至少在一个时辰之上 最可疑的是 这个丫鬟其实 并没有被易容 你是说 她死了一个时辰了 对 活生生又出现在了 你给李若桥看病的现场 正是 然后呢 尸首又蹦起来挨了一剑 差不多是这样吧 那是不是 易容的手段太高明了 没瞧出来呀 不可能啊 易容手段再高明了 也会露出马脚和破阵呢 难道说有人敢尸 是 不会 不会 不会出现这种事的 大人 大人 那个杀手被我抓到了 在哪儿呢 在柴房 清朗看着他 等您审问 怎么逮着他 手拿把掐呀 子凤啊 你确实看见这杀手 杀了那个丫鬟 看见了 要不然怎么去追他呢 当时情形怎样 当时的情况啊 是这样的 您跟格格 不是进了 知府女儿的房间了吗 我和秦朗 就跟进了院子 听到响声 扭头一看 那小丫鬟 正推门往处走呢 可是见到我俩 又退了回去 我当时就发现不对劲了 我跟上去 推开门 只见那个小丫鬟 提着刀 直挺挺地 冲我劈了过来 说是时那时快 身后一剑过来 我妖马合一 一个闪身 怎么着 那小丫鬟呀 伤我不成 反而中了一剑 断了气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杀手 在房檐上 正想逃跑 不料 被我发现 我轻身一跃 行行行行 我问你什么 你说什么就可以了 可以了 是我 大人 那你们是怎么知道 这丫鬟有问题的 你想啊 这个李元珍 这么爱惜自己的名声 她是爱女心切 迫不得已 才徇私枉法的 这种事 她能让一个丫鬟知道吗 原来是这样啊 这回啊 还多亏大人细心 否则你就有危险了